感謝市民 台北市大紀斷 開放之後已經辦過幾個年 提供比賽 還有議員正義說 這個環境跟台北市政府 之間本人的比例有一定的落差 要求現在我們市政府 重新跟環境協商討論 不可以用正市政府的做法 前進日本這班 特別紀錦隊 在台北大股蛋基盤交流比賽 兩場比賽 想要7萬人來這裡看 就比上片和票房中收集 出不夠價值得新的票1.5月 大股蛋啟用至今 已經舉辦好幾場體育賽事 不過什麼時候能舉辦演唱會 還是未知數 但現在分潤問題先起討論 大股蛋百百塊年上的外國黨 外公可以拿到一塊收集 如果北市府可以分到多少 大概看一年賺多少 如果是外公賺的保值 北市府有保值可以拿0.6% 如果是外公賺的 北市府是拿1% 那是超級2%就能拿1.6% 可是外公賺的賺1千萬 後來是了解 不管了多少 北市府都能拿6萬 那是賺1千萬到1千2百萬 可以拿到10萬 那賺超過1千2百萬 可以拿到16萬 舉辦幾場次的直方賽事 那我們可以在抽成的部分的話 比較優惠的折扣 這是台北市議員 科學法令會比到外公 北市府本來受賊 中市府不應該還走過市府的路 應該和外公中心各在討論 對這件事情外公沒有建設 回憲 只能說尊重議員 論前的這款 如果中辦安是這麼說 有一個預定的分潤 還有超額營收的分潤 我們要部分 所以這個地方 當然我想我們都會站在市民的立場 來跟原尊共同 提到這下 各鄉西文主張官 因為全部都是各鄉市政府出力 沒有挑釁的問題 各鄉孤單是委託後撼回公司 市府等年收土地造金 四千多盤 雖然孤單外當時 能拿出 就看台北市府要怎麼處理 本理順的問題